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留在了北京 我又干了五年 直到认识我的爱人 那时候那年我大概二十八九了 他说你学点知识吧 学电脑 将来可以进公司 挣得也多一些 从那会儿我就开始学了大概一年多的电脑计算机 完了我就去应聘工作 因为我父亲是我们当地大学的教美术的老师 从小受这个美术的熏陶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医疗美中医院做平面设计 当时的北京的新京报 还有这个京华时报 陈报 有很多我们医院的广告 那是我做的平面设计 还有我们医院那个楼顶上那个高十几米 宽几十米的大广告 那也是我设计的 当时我挺自豪的 因为毕竟我干了十多年的体力劳动 到那年我做平面 我已经脱离了这个体力劳动 现在在哪里 我在街头 北京的街头 在北京街头是做什么呢 画画 唱歌 就留在北京 留在了北京 彻底留在了北京 是因为什么而留在北京呢 因为我这个姑娘的出生 我这有一个二姑娘 这个姑娘出生以后就是重度的脑瘫 为了给我这姑娘治病 我就这个生活轨迹完全地改变了 这个女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是健康的吗 刚生下来的时候 医生的评分是十分 满分 满分 就是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一分钟和五分钟 他有一个阿普加一个检查 就是孩子的各方面的一个检查 在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就是做这个常规的这个 妇幼保健院的检查 大夫就说你这个孩子啊 不像正常的孩子是三番六座 他没有 因为他那个眼神比较呆滞 头围相对来小 不是因为工作 是因为给女儿治疗 留在了北京 就是你陪他吗 一开始我这姑娘还小的时候 大概在两三岁的时候是我岳母 岳母照顾她 后来我岳母在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去世 因癌去世 当时呢没有人照顾这个孩子 而且我这个还有一个大儿子 当时要面临上学 因为他不是北京户口 只能回老家上学 你是不是要坐着 你站不稳 是吧 你这你脚是不是不太方便 我这个 我这是 来 有请工作人员拿个发凳 不好意思啊 好 就到后来他们就回老家 我就独自带着我这个姑娘 但是你要给她治疗 你还要谋生 来保证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因为我爱人回石家庄带着这个我那大儿子上学吧 也没有经济收入 做兼职也不现实 我之前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 那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是最好的一个出路 我带着姑娘 我能照顾她 我还能在街头唱歌 卖艺挣钱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的有两年的时间 那后来为什么我爱人就来到我身边呢 就是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站不住啊 对 年轻的时候干厨房嘛 抬设备 然后这么一起身 就把这个腰当时就是 应该当时那会儿不懂啊 是腰椎肩盘突出 很严重的 但是因为没有钱嘛 也没有去治疗 然后就靠自己年轻 体力壮 扛着 对 扛着 您说对 扛了这么多年 基本上也没事 算扛过来了 只要是不到冬天啊 不是特别累 不是特别冷的时候 但其实病根落下了 病根落下了 我这姑娘她也不会动 也不会说话 所以说每次呢就是老抱她 起来喂饭啊 或者给她翻身啊 整天抱来抱去的 这个老病根都犯了 当时特别疼 又扛了一段时间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 这个当时按照医生的话 就是压迫马尾神经了 如果拖延时间长了 马尾神经就是缺氧时间长了 就坏死掉了 所以我今天走到这儿 虽然站不稳 但是也还是很幸运的 起码我能站在这儿 但是这个神经呢受损 因为44个小时 它不通畅了 所以说就是恢复起来 很慢很慢 很遥远 所以现在一家人都到北京来了 所以现在我爱人来到北京了 那你儿子呢 我岳父帮着赵看一下 现在主要照顾孩子 是我爱人来做 我呢 我现在因为就是 不能长时间的站立 我的次重点改为画画 今天老婆来了吗 来了 来 我们掌声有请 他的妻子石小娟 我叫石小娟 来自河北石家庄 我是余震的爱人 现在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刚才说到您丈夫 在最开始的时候 一个人在北京照顾女儿 女儿是脑瘫 是吧 你一个人在石家庄 你放心吗 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不是北京户口吗 儿子在北京没法入学 我们也别无选择 因为我爱人这个人 心特别细 他照顾女儿从来不会说 就是说没有耐心啊 或什么的